看看新闻吧 我姓熊 那熊姐 你对其他人都很厉害 可能在朋友圈中 因为比较热情 可能在朋友圈中 我担任一个 可能百万亲百阿易的角色 很喜欢帮大家解决 情感纠纷 所以时间长大 就这么称呼我 好 那熊姐 熊姐 熊姐今天给我们带来 什么 我今天是要唱一首歌 叫《胆小鬼》 来 两位有请 我盼扰费 情绪的错觉 讨厌自己 像滋味 小心的防卫 我很反对 为失恋掉眼泪 离你远一些 习惯笑你紧紧皱眉 找我的小鬼 我的情侪 就像和情人在斗罪 奇怪的直觉 错误的定位 对你爱 我有点担心 好 谢谢 谢谢你 在你转身的时候 相信你已经看到了 已经过关了 恭喜 来 面对镜头 留下你全白自信的笑容 三连拍 准备好 准备 开始 一 二 三 很会摆姿吧 回正有请 今天在第一时间 接下来面具吗 我希望还是让男嘉宾 多了解一下我的性格 在大家面具 好 你的这个角色呢 也是他们了解 你性格的一部分 留下你最新的男生的号码 好 他选择了 这一位男嘉宾 好 再看看 咱们的兄姐 你不喜欢的 或者你不吸引 那个男嘉宾又是谁呢 很多人感到很惊讶 这有点特别了 第一印象如何 第一印象 这个身材是一级棒 没的话讲 衣服搭配也好 像那彩虹阶梯一样的 希望你下面 有更加好的那个表现 谢谢你的评价 谢谢 熊姐这个名字 我觉得很霸气 那为什么你这一首歌叫 《胆小鬼》呢 这个太壮了吧 其实我实际上这首歌 和我选最不幸运的男嘉宾 也有一些关系 因为虽然我叫熊姐 但是我生活中是一个 很怕毛茸茸的 狠死一个人 所以 刚刚其实九号男嘉宾也很优秀 但是我以为这个原因 还是喜欢着他 你好 你好 就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就变成毛茸茸的东西 这只是一个形容词 我觉得毛茸茸形容 一个男人也是蛮可爱的嘛 其他没有什么 其他我觉得你很优秀 谢谢 谢谢 你好 我刚刚那个 看到那个就是说唱歌 然后听着我们这边看 心跳蛮快的 然后 然后你是张将军 我是张将男 那是 但是我 在张将没有遇到过那么帅的 是吧 熊姐你好 你好 不知道是我站在十六号 还是离你太远了 你从头到尾唱歌 都没看过我 有的时候看人用眼角也可以啊 我就属于你用眼角撇的那种人 是吧 用眼角撇的 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这叫旁观看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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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唱歌到微笑 进一步了解一下他 大家好 我叫熊莹 今年二十四岁 来自上海 无论工作有多少繁忙 我每一年一定会安排自己 有一到两次的这样一个旅行计划 但由于可能还是学生 刚刚毕业一两年的阶段 所以一般我现在的旅游 都是属于穷游 我还会收集所有旅游时候的票根 它可能是一张飞机票 或者是餐饮发票 也有可能是像行人问路的时候 别人留下给我的一个变迁纸 这对于旁人来说 可能都非常的微不足道 或者是会随手丢弃的垃圾 但对于我来说 我认为他们确实 可以承载着我点滴的回忆 我一共有过三段的感情经历 我在感情中一直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 可能不会主动要求男友为我做什么 所以一直都是放养男友的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这种放养的关系 但是男友都放着放着都放出国了 这一点我也表示比较无奈 所以说渐渐的 我在感情中自我保护的意识 也就越来越强了 比较怕受伤害 所以台上的男嘉宾们 如果你们要打动我 一定要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翻开资产扣开牌再做了解 上海外贵大学的一个叫咸拿学院 对 学工商管理的本科 现在在一个网络公司担任高层秘书 称自己叫做熊姐 怕活得毛茸茸的动物 对 这个喜欢穷游 还爱洗碗 穷游是指什么 就是说刚刚VCR里面也说了 我的有一个兴趣爱好就是旅游 但是我旅游都是属于比较折腾的 比方说我这个夏天 我想去东北 我就看一下网上查些飞机票 去哪最便宜 我可能比方说看一下 去哈尔滨最便宜 那我就飞到那 然后飞到那之后 我就一路沿 就是坐火车 可能先坐到 比方说沈阳 然后坐到这个 可能吉林 然后再坐火车坐到大连 我就可能这样子 再一路这样下来 那这个也很有意思 对 这个有人说就是 经哪细算的去旅游 这成了很多这个 专职旅游人的一种 对对对 快乐 这有人说 19美金 游遍这个欧洲 王华强 马可达都从这个国外回来 你们也知道 这个国外如果要 有时候订机票 如果你要提前半年 或者提前更长时间 去订这个机票 非常非常便宜 是吧 对 而且我觉得女嘉宾 她说她喜欢洗碗 又喜欢穷油 我觉得特别 特别适合去美国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一路 打工洗碗 然后可以 帮你把这个旅游的 差旅费给你赚出来 嗯 她恋爱过三次 这个找谁呢 谁出国 对 刚才也说过 您这跟您谈恋爱 比找王华达去读这个 GRE是吧 读GMAT 要强多了 希望找到那个 25岁到35岁的 主动 热情 有点自恋的男生 这有意思 对 还希望呢 彼此能够留有空间 女嘉宾你好 你好 说彼此需要留有空间 嗯 那你觉得这个空间 它的程度 把握在什么位置 就是他们不需要 每天给我打电话 这种 而且我也比较 不太喜欢 很黏人的男朋友 我也不会问他 每天你在干嘛 今天去哪了 你和朋友在哪 我觉得只要 大家双方 保持一个信任 明确这样子 一个关系 我觉得就可以了 可你怎么能够判断 你的男朋友 不会变心呢 但我觉得 就算他天天陪在你身边 他心也不一定在你这儿啊 所以你有把握 就是说 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 感受到对方 有没有变心 我觉得女生地楼感 还都是非常准的 女嘉宾 你已经散养过了三个 然后全都跑到国外了 你有没有想过 改变自己的方式 对 所以我来这儿 参加节目了 但我觉得改变 当然也不是说 改变的幅度特别大 因为可能我看过 我父母的这个婚姻的形势 我妈就不是很管 我爸在干什么的 就只要每个月 家里的钱交到 就行了 因为我觉得 我妈也是很相信 我爸爸的这种人 所以说她也不会说 每天 特别说你今天去哪了 喝水吃饭 我爸可能定期说几点回来 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就可以了 因为可能我从小到大 我父母都会这种形势 比较的开明白 所以可能时间长了 我耳濡目染 所以我就养成这种个性了 让你交给你好 看你三次经历 都是早些些出国对吧 你觉得自己有问题吗 自己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吧 恋爱当中非常非常的被动 可能太听男朋友话 不太会撒娇 也从来没有跟男朋友吵过架 不太会 可能没有上海小姑娘那种作 要不就是你的男朋友对你不够爱 要不就是你对你男朋友不够爱 因为可能都是时间都没有特别长 希望下一个男朋友会没有问题 但是我跟你说 兄姐你刚才称你自个叫张江女 我不是特别能够理解 因为在我们很多人当中 尤其媒体愿意称叫张江男 为什么呢 因为张江她的这个男性太多 他们找对象都很困难 所以她现在也成为上海 一大会社会现象 但是很少有人称自己是张江女的 因为女的在张江 面对如此众多的男性呢 如狼似虎的 基本上了几个都给抢光了 你在你周边有这么多男生结婚 你就没有找得过有一个两个 觉得合适呢 我觉得张江男热爱工作 胜于热爱我吧 熊妹 马哥你好 谢谢你啊 还有我们红口区的姑娘好 你怎么知道我住红口区啊 我是哪一个啦 我刚才看你那个VCR短片啊 那个地方很明显嘛 红口区啊 红水东路半价 对吧 这个慧桥 我们邻居啊 你说那个主动热情 什么样的程度 怎么样的情况呢 因为我性格的话比较慢热 就是说可能同学或同事第一面看到 我都觉得我是比较冷冰冰的人 不太敢跟我接触 但是实际上 我还是个内心话挺多挺活泼的人吧 所以我就是说希望男生能够一开始对我主动一点 然后让我可以把我的这个热情也释放出来 对 其实你的开朗我们都感受到了 对 男生们可以做出你们的选择了 来 请问一下他愿意在这个时候最下面去吗 熊姐 求您了 可以 好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接力 这熊样不错呀 马大哥选我真是荣幸之志 那我想我这个每天张江高科走九遍 可能就是为了今天牵一条条遇到你 谁能百里挑衣由佳洁市独家冠名播出 时刻自信的秘密 来自佳洁市双孝炫白牙膏 谈美白精华 时刻闪耀炫白笑容 我的自信必备 佳洁市炫白系列 谁能百里挑衣由天窝茶庄 红茶 绿茶联合赞助播出 我是红茶 我是绿茶 总有一杯你的茶 天窝柠檬红茶 风靡绿茶 飞科剃剃剃刀 全方位浮动剃剃 三环红面刀网 全身水洗 飞科剃剃剃刀 放逐阳光下的诱惑 暴龙眼睛 美好就是 跟着味蕾一起旅行 鲜嫩鸡腿肉和奶油蘑菇的香濃 法式鸡肉蘑菇塔 就在肯德基 谁能百里挑衣节目奖品 由老庙黄金特别赞助提供 Celebrate Good times come on We wanna celebrate Cause we drink so good 不客气 有好多美味巧克力味道 去多多一定吃到豆 胃难受的时候 喝三酒胃态 舒缓胃痛 温和养胃 胃暖暖的 舒服 三酒胃态 胃暖暖的 活出健康美 ABC 新的咸气 番茄口味 口感松脆松滑 浓香番茄味 瞬间四溢 清新口感 一触即发 好滋味 让你动起来 全新咸气 为你而动 九九九强力琵琶路 鸡壳很强力 你在干嘛 看不出来 是比基尼 子爷子宿 是旅游 行程任配搭 一点集 即出发 账旅网 水泡Zen.com 糖多辣的盒子 马上要倒开了吗 像希腊神花 我遇见你 茶参花 一口顺滑 遇见所有好心情 同意阿萨姆奶茶 胃难受的时候 喝三酒胃态 舒缓胃痛 温和养胃 胃暖暖的 舒服 三酒胃态 胃暖暖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在脸上 全新胶原再生修护精华 雅诗兰黛 放出阳光下的诱惑 暴龙眼睛 全方位浮动体虚 飞科体虚刀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见面 很猛猛的 兄姐 没想到 在这个张佳他绝对称量是美女 这熊样不错呀 好 来 男生们 做出你们的选择 三 二 一 请选择 有七位男士为你选择守候 还可以选择像一位或几位男生来提出一个你最关心的问题 我想问三号 四号男嘉宾 因为我刚刚说了我比较喜欢这个主动的 其实甚至有点说有点大男子主义的男生 我想问一下你们在你们的人生经历中 你们觉得有没有做过哪一些事 最男人最霸气的一件事呢 我认为最霸气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前女友 他父亲反对我们的感情 然后有一次我偷偷地看他手机免 他爸爸的手机号码 然后我主动打电话约他爸爸出来谈话 然后我就和他聊 我和他父亲讲我可以给你女儿幸福 那如果再碰到这样的情况 如果接下来女朋友的父母还是不同意的话 你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吗 这个就是像应征了一句话吧 就是在以前学校时候恋爱的时候 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他上工作了以后 自己学到的话就是另外一种 就是婚姻是两家人的事情 不被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雪亨 前些日子就是有发生过一件事 算千勇为吧 然后就是遇到那个偷钱包的 然后上去阻止了 然后耳朵就风筝了 还有几位男嘉宾还是都是满妹的人 你喜欢霸气的男人吗 我喜欢 接下来你可以向男生们提出七个要求 我想问一下半年或者一年之内 有出国打算的就先翻过去吧 不能再这么被伤了 有这个打算的喜欢吗 还好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还真是没有人马上想要出国 下一个要求 家里养小动物的 或者说如果女朋友不喜欢小动物 还是要坚持的也翻牌 他怕毛绒的动物 真是有了 现在有很多男生家里也愿意养个猫和狗之类的 这没办法 因为他刚才说了 这是硬件 硬性的这要求 怕活的毛绒的动物 他要求没有了 那这两位男生考虑一下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 请选择 很好 依然守候 有请出一号马家伟 三号徐亨 下面进入总有一杯你的茶 天污茶庄 动情时刻 家伟 你好 雄姐 你好 我知道 就算你年纪很轻方林的 不应该叫姐 这是尊称 对吗 是不是你为人好 人品好 大家用于采你 所以说叫你一个姐 尊敬 那么我也可以叫你姐 但是年纪比你大 也可以叫你妹 总之不管叫什么 你是最好的 今天选定你了 其实我有一些意外 因为我感觉可能 因为之前每个可能女嘉宾上来 你都会可能评价 就是可能非常多 搞得我现在有点语无伦次了 不要紧张 谢谢 我想先听下你们怎么说 女人如果见到一个男人 经常语无伦次的话 要么就是非常的爱他 要么就是非常的恨他 但我们希望你对马家伟 也是浅浅测 你好 就是从你刚刚出床的时候 然后唱歌对着我们这边的话 那我就是对你产生了好感 觉得年龄啊 然后还有就是说你的工作 就是说和我都是比较相仿的 说到你比较怕动物还好 那我家里也从来没有养过动物 那肯定不会 不会就是说给你带来这种困扰 然后今天来到这台上的话 用最真诚的语言想打动你 真的很想和你在一起 然后如果愿意的话 可以每天接你下班 你说 许恒说他那个令你近对吧 对着张江 我也很近的呀 我们都是一个区里面的 但是他要上班的 一天八个小时的 上班我们可以同进同出 一块撑那个地铁的啦 对吧 而且那里不是还有三小地 那个菜场嘛 我们一块买菜买方便的 我这个人 你不要看我平时不下来 因为我这个年纪和这个工作啊 我是会计员 我这个谨慎 稳重 仔细 不轻易出手 一出手就厉害不得了 必须精品 对对对 反正呢 今天我觉得你这个人 我就是要定了 而且跟你讲 你说你不喜欢毛绒的小动物 对吧 我害怕不是说不喜欢 我觉得他们很可爱 但是害怕 我也喜欢 但我不养的 为什么 寄生虫很讨厌 尤其对小孩皮肤病 各方面影响不好 而且我母亲也是不太喜欢养猫养狗 那么她跟你就有很多共同语言了 嗯 知道吧 谢谢 我选择 我现在得由熊莹 你自己来做选择 这两位 小伙子呢 我跟你说啊 这个徐亨亨 这个马家伟的 平常表达的这个能力啊 和其他的男嘉宾相比 他们可能显得 我们听起来就觉得 好像表达有点少 今天你们二位 我真的跟你们在批评向你们来 不太会说话 这马家伟的前道 你母亲跟他有共同语言 有什么关系 人家关系 能不能跟你有共同语言 你要多推销一下你自己 你好的什么地方 我来替马家伟说两句 人家是意愿的出纳 学财务的 所有学出纳的人呢 很细心 所以他对生活也很细心 马家伟呢 上海人 年龄呢 也不算小了 他愿意当上海那种 马大嫂 对 只要你跟我在一起 不论是你 你父母的 一切的生活 我都可以包办 你们可以放心地 过一个非常和谐 美满的生活 会生活的男人 对 再跟你说一下这个徐亨 徐亨的平常话也不多 所以他表达呢 可能跟其他人相比 也稍微差了那么一点 但徐亨这个人呢 很老实 家教也不错 现在呢在一个酒店里 当部门经理 是吧 这个 而且呢 喜欢着运动 话不多 但是喜欢运动 所以呢 小伙子也还算是 很老实 很实在的人 所以两位实在的人 你别求着他们俩 多么说出 花音小语的话了 他们就是那么实在人 这俩实在人 你选不选 细致体贴的马家伟 勇敢实在的徐亨 面对两位标准 上海好男人 霸气的雄鹰会如何选择呢 大家好 我叫刘倩 今年24岁 我也是个爱冒险的人 然后我想今天冒这个险 去尝试 采摘你这朵 雪崖上的花朵 季伯 你真让我们看到你 另外一面是什么样子 谁能百里挑衣 由佳杰式独家冠名播出 时刻自信的秘密 来自佳杰式双效 炫白牙膏 和美白精华 时刻闪耀 炫白笑容 我的自信必备 佳杰式炫白系列 男人都是这样子 从来不顾女人的感受 爸爸残留的胡须 总是在我真难受 奔腾剃须刀 剃须不残留 谁能百里挑衣 男主持人服装 由羽兰共舞 特别呈现 金色若瑟 传承多年的卓越记忆 和创作激情 融合上成真果和巧克力酱 费力螺螺水 金色经典 金色团圆 阿尔勒清凉透气卫生巾 瞬间让清凉环绕全身 阿尔勒的保护 体贴又周到 恒安集团 Celebrate Good times Come on We're gonna celebrate Cause we drink so good Yeah Yeah Celebrate 苏瑟取奇 有好多美味巧克力味豆 去多多 一定吃到豆 潘多辣的盒子 马上要到达了吗 像希腊神话 我遇见你 茶色花 一口圣滑 遇见所有好心情 同意阿沙姆奶茶 修正牌六味地皇交 一次就一粒 玩用 修正药业 修正牌六味地皇交 一次就一粒 玩用 修正药业 Celebrate Good times Come on We're gonna celebrate Cause we drink so good Yeah Celebrate 不愧取奇 有好多美味巧克力味豆 去多多 一定吃到豆 妈妈说感冒了 不能出去玩 感冒好了 就可以出去玩了 三九小儿感冒药 缓解儿童感冒 各种症状 咱妈快走 快乐回来 三九小儿感冒药 好亲 都毕生缘 常润茶咯 就 风气细腻气色好 肚子不胀 精神好 当种多年 老便秘 天宿便 排长毒 愿长大 毕生缘牌常润茶 带给你的肠子 洗洗澡吧 毕生缘常润茶 当服装变得轻盈 心情也悦然改变 温暖 却始终如一 我的清醒 羽绒颊颊克 时刻自信的秘密 来自佳杰式双效 炫白牙膏 和美白精华 时刻闪耀 炫白笑容 我的自信必备 佳杰式炫白系列 这俩实在人 你选不选 首先说一下 马大哥选 我真是荣幸之志 搞得他脸都要红了 然后我非常感谢你选择 我也感谢你 刚刚我在台上 你可能没有对我 过多的这个毒舌 非常可能谢谢你 然后的话 我想我这个 因为我之前的话 是说我比较喜欢旅游 那我希望因为台上各位嘉宾 可能都看过了很多美女 我希望能够找一个人 在风景看透之后 陪我一起干这个 细水长流 那我想我这个每天 张江高科走九遍 可能就是为了 今天牵一条条 遇到三号男嘉宾 好 谢谢大伟 我在开场前 我说过 我今天如果选中的男嘉宾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接受我的熊棒 愿意 恭喜二位 牵手成功 你们将获得由老妙黄金 提供的金美金士 你们将获得由真女网 提供的价值5000元的 双人真爱之旅 真爱之旅 一触即发 所以你看这文章 别看这个徐红 话不多 但是句句在心 是 今天终于获得成功 而且姑娘很有眼光 徐红上台的时候 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 就是她敢于跟匪徒搏斗 好好带着姑娘 这姑娘挺好的 一起上下班 先手幸福离开吧 两位 好 祝福你们 那其实一开始 我一定没有选这三号 因为可能当时一开始 刚上学比较紧张 看得也不太清楚 那之后的话 因为我在这个 择偶标准当中说 我喜欢一个 是比较主动的这个男生 因为我在感情当中 比较被动 那我觉得我和三号 男嘉宾的话 第一是比较有缘分 第二我觉得 他是比较能够主动的 比较热情的一个男生 所以我最后 还是选择了他 这里是夏节式独家冠军播出